SBS论坛上有一个名叫电话亭致男的人物 只要在电话亭里留下想要杀人的信息 他就可以在无形中帮你把人杀死 相反如果委托人不是纯粹的希望那个人死 那自己就会死 多田警官接到报案 在咖啡馆的牧村突然死亡 满脸都是被马蜂遮的包 根据监控显示 牧村死前见过一个穿黑西装的男人 被男人泼了一杯水 躺在地上挣扎一会儿突然死去 但检验报告显示水里无毒 牧村是死于心肌梗塞 这与前段时间死亡的一名女士情况相同 女士在大街上说自己被砍了一刀 但身上并无伤口 也是死于心肌梗塞 有人在现场也看到一个穿黑西服的男人 多田警官和同事怀疑男人有催眠术 能控制人的意识 使人产生异象 但由于证据不足无法逮捕他 只能称之为不能犯 穿端件和桃香是一对恩爱夫妻 邻居鸟森最近频频骚扰桃香 让两人十分伤神 穿端件无奈 只得委托电话亭之男杀死鸟森 鸟森死前拽住电话亭之男的裤脚说 你们都是一帮人 电话亭之男交给穿端件一份鸟森的笔记 让他回家好好休息 回到家的穿端件发现桃香对自己不忠 还带着一帮人在家里聚重吸毒 桃香向穿端件坦白 因为鸟森先生看到了自己吸毒 所以才污蔑他欺负自己 脑奴至极的穿端件一记之下将众人杀死 自己也被桃香用刀刺死 前来调查的多田和叶木警官 在现场看到了那个穿黑西服的男人 请他去警局协助调查 叶木警官中了催眠树 脑海中不断闪现之前在看守所里自杀的少年 强烈的愧疚感使他划开了自己的手腕 少年的父亲正是叶木的同事 生存警官 他不仅为儿子报仇 还对叶木的生殖幸存怨恨 所以委托电话亭之男杀死叶木 但由于圣村杀人目的并不纯粹 所以圣村也被催眠了 他当着同事的面将一切和盘托出 自己在慌乱逃跑中失足而死 木村优和姐姐李莎因父母离异 从小分开生活 长大后的李莎是一位珠宝设计师 还有一位即将结婚的医生未婚夫 而木村优却不同 他靠卖身艰难过日子 他想找回姐姐给他送去新婚祝福 可李莎总是回避他不回他的信件 产生怨恨和嫉妒的木村优 委托电话亭智男杀掉李莎的未婚夫 李莎本就对未婚夫有意见 再加上产生幻觉 最后用刀捅死了未婚夫 木村优从电话亭智男那里 得到一个文件袋 里面装的正是李莎的回信和结婚请帖 信里还说要木村优来珠宝店一起上班 性怀愧疚的木村优自杀了 得知消息的李莎精神崩溃 去找电话亭智男报仇 但因为自己的力量太小 无法伤害电话亭智男 于是自尽后把匕首塞到电话亭智男的手里 希望目睹这一切的多田警官替他了结心愿 但多田警官始终认为电话亭智男是不能犯 没有直接证据不能逮捕他 就放他走了 多田警官突然被自己曾经救赎的罪犯绑架了 并告诉他自己没有变好 自己依然喜欢做坏事 让多田警官在幼儿园和医院中选择一个进行爆炸 由于不绝时电话亭智男出现了 他一边催眠罪犯 一边对多田警官说 只要你杀了我 我就不再杀人 多田没有杀他 刺伤他之后赶去救人了 所幸一切平安 罪犯却在自己的幻觉中爆炸身亡了 电话亭智男和多田再次相见 他问多田 我杀了很多人 你怎么还不杀了我 多田答道 我要用希望杀死你 恶魔伤害你 天使拯救你 用天使的心看待世间一切恶魔的事 充满希望地活下去